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锁定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秦林谦 首先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俄乌战争的最新情况了 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坡尔遭到俄军围城 而且俄国政府周五下了最后通牒 要城内军民星期天上午投降 否则就要赶尽杀绝 但是乌克兰立即回应了 说马里乌坡尔会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而目前乌军在马里乌坡尔 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 大约是2500名的军力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军数量是乌军的六倍 战况相当的严峻 也必须防范普清动用核武 而另外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生效 禁止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大货车 从相邻的欧盟国家入境 那么在边界受赌的货车 已经绵延了好几公里 乌克兰南部城市马里乌坡尔遭俄军围城 俄国政府周五下最后通牒 城内居民必须在周日上午投降 否则就要赶尽杀绝 乌克兰总理立即回应 马里乌坡尔会占到最后一兵一卒 马里乌坡尔九成以上的基础建设被炮弹摧毁 如今乌军已经退守到一间大型的钢铁工厂 那是最后的据点 根据俄罗斯估计当地的乌军还有2500人 其中400人是外籍兵团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军的数量是乌军的六倍 周一开始 俄军对钢铁厂猛轰 并宣称他们已经完全控制工厂 不过乌克兰已经否认 俄军也封锁了马里乌坡尔所有对外通道 不许男性居民离开 乌克兰上周已飞弹集成了俄军黑海舰队指挥舰莫斯科号 重创了俄罗斯战力 俄军也立即展开报复 在北东南部发动猛烈空袭 首都基辅也遭旦袭 乌克兰战况吃紧 马里乌坡尔若是沦陷 将是俄罗斯夺下的首座大型战略城市 这会助长俄罗斯的气势 美国也快马加鞭 把承诺的8亿美金军备打包好 预计24小时之内送抵乌克兰 俄军在乌克兰北部受挫 西方提供的武器发挥关键战力 俄罗斯目前也针对乌克兰弹药库进行攻击 近日还击落了一架载运西方武器的乌国运输机 俄罗斯总统普钦也警告美国 若持续提供乌克兰武器 将面临难以预料的后果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警告 必须防范普钦动用核武 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已经能看到实际行动 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相邻的欧盟国家 从上周五开始禁止两国的大货车入境 在边界受阻的货车 绵延数公里长 俄罗斯民众已经受到经济制裁的冲击 想要买房的人现在也得缩手 因为银行利息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二十 食物和生活用品价格也上涨了百分之十五 奢侈品的价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全球六百家大企业已经自动退出俄罗斯市场 经济学家预估 俄罗斯经济将萎缩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这是从苏联时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TVBS新闻综合报道